哈囉大家好今天一排來教大家做裝備 因為我們接下來 下一個階段我們之前的影片已經教大家這個 初階跟中階這個羅莎的流派初階跟中階 然後還有一個影片是教大家怎麼刷火 把這些 重要的都交給你們了 你們就可以自己成長了 接下來我們下個 下個階段就是我們高階羅莎 我們就會用到比較多自製裝備 那可能很多人可能自製裝備就比較不懂了 我看聊天室有人問說 為什麼有些裝備可以有兩條三條梯林 在這個打造的過程中 那到底是要怎麼弄 那今天就把 全部 都介紹給大家 然後還有解夢 這個這個機制也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呢我們要打到裝備我們應該會先去挑 挑一個裝備嘛 我們就可以先去買一個 那我們就以 斧頭 以武器為例吧 畢竟武器也是大家最重要的東西嘛 那以我這個職業來說我們武器 之前是選這一把 這把有附加這個傷害 這個基礎算是傷害嘛 那他的缺點是沒辦法造成元素異常 那而且這把又又蠻貴的 那 假設 我們要用到解夢的話解夢他是會去掉這個 前綴的就是 最上面這一條 下面這六條是不會動的會動到最上面這一條 OK 站起來很怪怪的下面也會動的那個是其他效果但是反正第一條一定會動到的 那有些有些裝備啊像戒指啊 或是蠻多的 他的這個上面這條前綴 會很大程度影響到他的這個 他這個 賣的這個 價錢 下次我們看我們的這個 戒指 然後我們就隨便抓一條我們 這個流派會用到的 啊串三好不好串三的 現在他現在沒過來 不然我們家具 家具 家具小火 他是 家具 OK家具 然後 40 那你們看哦同樣同樣的戒指他就 對哦我這邊也要這邊也要弄一下 我們這邊還要再鎖定可塑性一定要鎖定200 200就是完全沒有動到這個 我之前就被騙 就是他已經有打他可塑性已經消掉了 小刀剩780 然後他賣很便宜你這個一定要鎖一下 然後甚至甚至這個等級要鎖一下鎖定85 就是把能量全開然後打造全開 如果等級愛滴的話能量沒辦法 戒指是沒差 那有些有差但是戒指在打造的話可能也會影響到 等級愛滴有些持續打不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同樣的這個 同樣的效果但是 會因為這個戒指不同而想到他的 我這個用這個好像不太準確 比較不好判斷了 我們用最好判斷的看性 像這個看性 我們抓14 這個到底要多少你可以隨便隨便進去 你沒有背的話你可以進去看 像以T1來說就是12到15 就給你這個鎖定是最低的反正我們只要T1就好了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呃 戰隊的話太混亂了我們我們就先隨便抓一個 以這個來說 他大概落在哪個點 你可以這樣你可以看一下大概落在哪個點 然後 如果是 屁護戒指 就是 就是更高了 那尤其是前面 前面這種稀有度更高的這幾個 這價值又更貴了 就是你明明 要的那個 那個詞綴效果 一樣的 但是會因為他的前綴 前綴不一樣 前綴嗎 應該說 底層的 的詞綴 就會有很大程度差異 但是我們如果要節目的話 這一條是會被洗掉的 所以你 就不用管他的那條綴 你就可以不用管那個 你就直接挑一個 你這個戒指也不要了 你就隨便買一顆 最便宜的就夠了 OK 無火 就可以了 因為你那條的效果會洗掉 那個效果等於沒有價值 比如說你要買包包 你不用看他的logo了 他的品牌 價值 沒了 拔掉了 你只要買到一個你喜歡的 樣式的包包就夠了 那像這個傷活你就可以買 那買了之後 買了之後 下午這邊已經有了幾顆了 我們就用這個綴D就好了 買了之後這樣你就會進入下一個步驟 通常你會買一條T1 然後你再自己打一條 因為你如果買兩條T1的話很貴 除非你買到便宜的 或者是你的那個稀有度特別高 你不好 你不好弄到 那稀有度怎麼看 刺罪裂白沒有血 每一個的權重 權重越低代表越不好拿到 像 像以手套為例 我的手套我需要拿到這個淘汰生命值 這個就很難拿 你就可以優先買這一條 甚至第二條你也很難拿 你也可以去買兩條都有的 但是你兩條都買的 都有的通常也很貴 所以通常會再自己打一條 那就看你自己自己活夠不夠 你活夠多 你不想花時間去打造 然後你就直接買兩條 那個權重最低的 最難拿的 像我 像我這個來說我就會需要 個單比例 然後還有一個是淘汰 0.009% 這個肯定是要用買的 這個沒什麼說的 第二條 第二條還比較高一點 第二條是個單比例 0.451 那這個的話 這對這條的話你要自己打 或是買你就自己決定 那當然一定會比較貴 那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是鎖定一條 像這樣鎖定一條 那就開始打造 那這個的話 你如果有可能你在過程中會打到其他 過度的T1 那他當然權重有可能是高的 就是比較容易拿到 你不要你不要 他使不得說 就就這樣了吧 那這樣的話你到時候 進入這個定向夾攻 你會花更多火 所以最好的話是在這邊 處理掉那個權重比較低的 比較不好拿到的 這樣的話你後面反而更省錢 雖然說這邊的時候是痛苦的 但是後面會是開心的 ok吧 好 那假設我們這樣打打打打到後來 T2也出來了 然後假設進入到了下個步驟 就是我們的 我們哪一個是下個步驟的 以這個來說這個 這個也沒有 好像沒有 這個打完了 啊我們就假設這個是我們要的 下去效能看信 這兩個是已經是我要的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進入第3個步驟 就是 繼續打 那這時候要小心囉 我因為我們這個弄完之後 我們現在要生T0 T0的話會吃詞綴 那像這個是兩個詞綴的話 你你要你吃到自己要的機率 要的吃的機率比較高 如果你是三條廢池跟兩條廢池 你應該可以理解吧機率用體嗎 兩條廢池 那我們有兩 另外這兩個是我們要的嗎 那假設我生這一個那是不是等於 啊三分之二 是我不要的三分之一是我要的 因為他有可能吃到這個 因為我要生家具效果 然後他可能吃到腐蝕甘性 OK吧 那如果再多一條廢池加 這個是我們剛做完的時候是 是四個 那如果我們接下來鎖兩個的話 他打的時候他會變五條吃醉 可以解嗎 如果是一個的話 他怎麼打都是四條 那如果是鎖兩個的話 他會扣這個可塑系 然後接下來他打的都是 五條 那這個五條的話 除了你 你到時候生T0的時候 比較 比較安全之外 你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又 拿到一條T1 最理想的情況是這時候鎖兩個 然後接下來在 可塑系的時候 又打出一條T1 這樣是最理想的 那那如果打出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入 升T0的步驟 我現在拿了一個 用不到的武器 然後用這個 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這邊 接下來鎖兩條吃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兩條T1 假設這個 是我要的 那這樣我們繼續打 他一次 一次消耗這個可塑系 消耗4 所以我們總共可以打50次 然後這個 零殺消耗的量也比較大 那這個零殺消耗量的話 就要看單手武器 雙手武器或是槍 正常來說都是消耗10 然後鎖兩條是消耗20 那這個是因為他是 雙手武器消耗更多 那我如果用其他的話 10嘛 然後下面20 消耗的又很高了 我零殺不是很多 我們換一個 換一個武器好了 雙手武器 就你了 你就成為我們的犧牲品吧 那像現在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說兩個 那我們在散散過程中我們做50次機會 你不一定要拼到一定有T1出現 T1而且是你要的出現 你在過程中 你這條這個過程這個還不錯 看用你就可以先拿下來了 像像以這種情況 然後他就會有 三條三條詞綴嗎 這個的話到時候我們在升T0的時候會比較保險 就是可以給他們吃 像這個如果只有兩條的話 要危險 而且這這兩條有可能不是我要的 又沒有機會拼T1 那我們就這時候我們就是要拼按T1嘛 最理想起碼就是在拼一條T1出來 而且是我們要的 那假設你拼到一個是你要的 他不是T1也沒有關係 你也不一定要那麼 這麼賭 一定要T1 不然你就 不然你就是一直 你也可以直接升階 花火 把他升到T1 也是個做法 反正我們目標就是 像這個 像我這種做法假設這兩個是我要的 而且他是T2 你如果越低你升 升的話這個消耗越少 然後這個火扣越少但是你升到 你如果從T9升到T1的話 200都不夠你好 如果你你這邊已經不低了 你你這個也是個做法 不一定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樣 就只能拼T1 所以現在打造武器相對容易 像假設這樣子是我要的 你看我完全是夠消耗的 我現在已經有辦法弄出4條T1了 然後 就可以進入這個升 T0的步驟 那假設不是我要的就去散嗎 那如果你如果有辦法 踩出T1的話你就可以省一省一點火嗎 像這個OK你就你就先留 你就是繼續散但是你在過程中看到 還OK的你要先留 你不要說不是T1我就一直再次打造 看到還OK的你都你都不要 到時候你有可能全部消耗掉 你還是什麼都沒拿到 理解嗎 但是這個每次你看這樣扣 會越扣越低 代表說你如果要去升 因為 你要把這T2升到T1 或是T3升到T2再升到T1 也是要扣這個可塑性的嘛 所以你骰的越多次你的這個機會也越少 你有可能骰到最後 假設我可塑性剩50 我就不夠升了 我要把這兩個都升到滿有可能就不夠了 對這個要考慮 OK 那像這樣的話假設我們 這樣我們就看下個影片進入這個T2教學這邊也OK了吧 就是過程中還OK就就留 然後你不一定要把可塑性全部消耗掉消耗到沒有 這個是這邊有兩個做法一個是 你不想用這個升的你覺得這個成本還高你不想用這個升 你全部要賭運氣 你就一直一直打造 然後把他全部消耗掉看能不能拼出一條T1 但但這個缺點就是 根本低但缺點就是 有可能這這個武器直接廢掉了 因為你你你這樣一直拼 到最後你 你就讓你沒有骰出T1你想要升升就升不了了 但是T1升T你是不需要消耗可塑性的這邊是藥 他會說藥那其實你當你可塑性沒有之後你要繼續升 一樣可以不消耗一樣可以升 OK嗎 這樣 那我這個已經這樣了這好像就沒辦法了 就是你可塑性沒有你一樣可以繼續升你只要有T0就可以繼續升像我這個 我一樣可以繼續升只要我才能夠 好那這個這幅都是我們打要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那我們就 看 接下來的分享T0的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以這個 普通微粒 那我們這個打的還不錯就是我們前面已經完成兩個T1了嘛 然後我們在骰的過程中 我們又拿到一個 我們現在有三個這個已經算是最理想情況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進入這個 升階T0 那這個最多最多就只能 弄兩個因為 因為每弄一個會上一個嗎最理想情況就是 升兩個然後把 第三條跟第五條移掉嗎 我們不可能升三個是可以升三個那 那你升三個的話他距離移除他會把T0給移除掉嗎 那我們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升 然後移除35嗎 然後我前幾次4 也是有可能升之後 哎成功移除掉 廢尺 然後再升結果把T0給移除 你不要以為T0就絕對不會被移除 快中風 那沒辦法 這個圈平運氣啊 好那來吧 來揭曉這個斧頭到底能不能完成 我的目標應該是這兩個因為這兩個是最重要增加傷害的詞綴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把這兩個給升T0然後移除掉這兩個那我們這把斧頭就 非常的漂亮 來直接升了 哦 水哦 移除掉一條廢尺 那就 蠻不錯的 再來這個如果可以再把這條第3條移除掉就很好了 那如果他移除掉第4條也還行的他不要把我 第1條移除掉就好 那我們這個機率是多少 3分之1 我前幾次就這樣就是第一個過了 移除掉廢尺哦然後接下來再升 他這把T0給移除掉 直接 100多火賊裂開 如果你要你要解夢的話 我們是可以有一條廢尺的然後一條T2 然後一條T0 最理想的就是一條T0 然後T2 然後廢尺罪 為什麼要T0T2因為T0不用講嘛T0是我們想要的嘛T2是為了解夢的時候可以把T2直接升到T0 然後再一條廢尺嘛 就是這樣 有些人會打這個收割啊有些人會打其實收割蠻好拿的那在這個位置比較難拿的反而是 持續時間這個對我們是有幫助的而且幫助很大 然後冷卻我覺得冷卻像我們現在已經200多趴其實也不太需要再拿這個了就是 效益沒有這麼好 比起來啦 你要說他沒效益嗎 怎麼可能沒效益有效益 比起來的話 有其他的效益更大 我會推薦 這這兩個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先移 我的火已經快沒了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會打這一個 然後想辦法打出T0 然後再一個T2 那你也不一定要不一定要直接在T0才算一個你可以反過來你說不定這個 這條T3你這打下去你這條T0 你就可以省一點錢了兩個都失敗那像這樣的話就 要重來了好我們再讀一個 看看能不能冷卻T0 這個 額 天罪哦沒有他沒有回來 失敗 收更冷卻的機率偏低 這條不好打然後 效益我覺得又沒那麼好 所以這條我會犯掉 其實60%是挺多的啦但跟這兩個比的話這兩個 更重要 好那就打一次 看我們把火花花到沒有之前能不能打出來這個T6肯定是沒救的 這怎麼拉拉拉不起來 T4完了這個超級燒火的但是我但是我覺得還ok因為我 已經 最難的都已經過了這邊再怎麼 再怎麼難也沒有 前面的呢哇這個失敗了可惜了 他如果這條如果打到T0 甚至T2以上都還ok 我覺得還行感覺可以先過渡 還是要再試試因為我快沒了 好 來個T0吧來個T0 好要踢死是怎樣 還可以再賭一次因為反正我們可以有一條是廢池 失敗 奇怪這個這麼難打的哦這條比較難打哦 我們應該先打這條 我以為這條很好打 這個也只有這個跟冷卻是一樣的 我沒有冷卻再更難了 但這個挺難的 完了火要被燒完了 這個可以拚兩次 T1 那這條T2 其實 還是要打出T0 那我們可以先過渡完了我快沒火的感覺先過渡 T4 再一次 T2可以 來T0 T0 T2 感覺還 還過得去 然後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入 我們先這樣過渡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解夢 把3或是5其中一個 解出T0 我們先這樣吧 後面後面的話再去再去提升 有錢再把雜吧給提的更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進入這個 然後我們有條是廢池最麻 就是第第6條 要記得第6條 3跟5 我們這個的目標就是我們要 這個 解夢有很多效果 那我們要的效果就這條 1到6條其中 隨機然後把一個 升到最高可以升到兩階 那我們的目標 他 因為我們像我們這個的 為什麼要打2 不要打1 因為如果你打1的話 他他這邊有提到 是低於 你等於是不行的 就算你出現最好的結果 1一階死 因為你是1 他還是吃不到效果 你一定要2 然後你還要骰出1 然後再升2階才可以到T0 如果你是3的話 你就可以 2跟1都可以試用 但是3的話最多只能到T1 所以我們只能T2 T2然後 骰出1階然後2 其實不好骰 但是因為我們有兩次機會 3跟5 相對來說還是 比較好的 3跟5 4 像4他1嘛 我們這也是1嘛 他就沒辦法升 這個兩階是不錯 但沒辦法升 他們 用不到就1起 你記錄的話到時候你不滿意 你要解夢還要再花 第3 地獄2階升1階 地獄2階不行哦 因為我們這是2 一定一定只能1 然後2 這個蠻嚴苛的 因為我們想要拼T0的話就很嚴苛 如果我不想拼沒有不要拼那麼高的話 我們可以可以T3就好就比較好吃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只是他的這個 詞綴這個第1條不是不是對的 他如果是3或5 我們就就舒服了 然後這個過招我們要拼這個惡夢 惡夢還要在對的位置 所以其實難度也是挺高的 第1階 13階這個的話就是那男生要T1啊 對的有一件事情要做 像這個的話你要 你如果要 漏掉你如果要把他給 你覺得他的這個池啊 不夠高你想要把你洗高的話你現在要先做 不然現在你後面就不能做 當然我們一定是打到好再做 我像我這個樣的話其實 但因為我用超多的也沒差 一般來說因為我如果我到時候還在改的話 現在弄是 會比較浪費一點 這個要先洗高 不然你 解夢之後你就不能就不能動這個東西了 打造可以 應該說那個是什麼 附魔附魔可以 149可以129 61害滴 可以 這個要全部弄到高也是不太容易 像那個解夢有一個詞綴是把全部詞綴都拿到最高嗎那個看起來還蠻舒服的只是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是T2T2我們要把他剩T0就沒辦法拿那個 假設你運氣超好你這兩條都洗出T0我看有些 聊天室就有些人這樣 就這麼厲害 你如果我把他加T0T0的話 你你就可以拿那種詞綴 132最高 哇 那這個 要洗到你要的也是 14924 哇靠這兩個都很都幾乎頂的 也是不太容易 但我資源蠻多的應該就還好 這個在迷城很好打 我前一邊攻略我分享這個迷城 刷迷城嗎 刷一大堆 迷城很會噴這個 1150最高23 哇102最低 酷啊 屬於每1159 屬於4吧 哇其實他洗也是蠻...耗的蠻快的 給我來個過渡吧 14821 123 5就還跌吧 14622 14024 真的很不好弄 15022 36 150 好啦就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 給夢 第四地獄二階 我們要3-5嗎 第三地獄二階三 他如果這邊是低於一階我們這個就過了 撲啊 然後我們就有效果 好給你們看一下他這樣會不會有效果 然後 這樣是最理想的就是他剛剛如果是1然後這邊再降一階 我們就完成了 你就覺得誰畢業了 沒有用 好可惜喔 因為我們第六階也沒東西他不管第六階變廢池最後是第六階 降階 都是最理想的情況 都是我們沒有所謂的 啊 第3地獄一階 等一階像這個就可以變成T1 這樣嗎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我們就不太好 所以其實我們要 美夢跟這個惡夢都拿到我們要的也不太容易 3-5 1-5 完了完了 用到沒了啊就弄不到 1-5 哇 酷啊 完了弄到完還是沒有弄到 買一下 把收入給你拿進來 85火 又有一點錢了 這個是哪一個 夢雨 3-7 3-7 3-7算最便宜了嗎 3-7 3-7 好像是 我靠被買了 哭啊 這邊也是3-7 3-8 3-4 3-4 但是更低嗎 不太 不太好算 3-7 接下來如果沒有差太多你要將就可以了 打一火 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就買3-8 3-6 100個可以用 20次 werden 2-7 3-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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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3-8 4-8 5-8 9-8 過過去 但他他少了一點點啊 哎我問錯嗎 第三 我要抵禦二節不是抵禦姐啊 哇這個那這樣真的沒用 看錯我想說沒動 抵禦二節 抵禦接 我兩個機會還這麼難中哦 因為通常都只有一個機會 就是因為你一定會弄到T0然後一條 第二嘛 那只有一次一次的只能中那一個 那機率更低哎 啊我我這樣相對機率高都 都骰不到 哇我們要的這種那他是T1 是不是逼我哎這個可以這就是我們要的 可是他不是創傷啊哭啊 但是我們可以先過渡 哇全部降一階哭 像這個還要用到我們要的 所以 其實 要做出一個滿意的也是沒那麼容易啊 這樣的話還是廢掉啊 就這等於這兩個對調 啊 我們已經沒支援了就先這樣吧 反正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等到我之後再把它給弄好 然後這 把這邊一次洗澡太 太賽了吧 然後附魔 我們那條是空的 我們是可以用父母再附上去的 然後這邊就可以附一個你要的詞綴 那你缺什麼就附什麼吧 這邊的話你你如果有打一個詞綴的話 他是沒辦法附魔的 反而比較弱 我們我這樣做反而比較好 就多多拿到一個效果 你如果那邊已經 你那邊如果打一個 被詞綴 他是沒辦法附魔的 被詞綴 這個這這個有點有點 但是小bug嗎 就他明明 他 他這邊就算把那個 他就算把什麼 第六條詞綴給 用成瑕疵什麼的 好像還是給父母 或是什麼降階啊 我們就因為這邊是空詞綴嗎 但他如果有打詞綴 他把他給變成這個 瑕疵好像就不能附魔 好像啦 像這樣 那我現在沒辦法試給你們看 好那我們 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祝大家 都可以順利做出自己要的裝備 好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